左卫总统于今天上午在当格朗国际会展中心 为2024年第39届印尼贸易博浪会主持开幕 以事实提醒中国生产过剩对印尼造成的威胁 第39届贸博会活动以2025年雅加达 多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拉开帷幕 左卫总统在致辞中表示 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导致许多国家实施贸易限制政策 至少有19个国家正在实施该政策 导致全球贸易量低迷 再加上中国生产过剩的现象 让很多国家也开始准备保护国内的市场 这对印尼保护国内市场 并且继续尝试渗透国外市场来说是一个挑战 此外 左卫还要求以与数字时代相关的方式进行营销 本节毛不会重点展出了食品,饮料,農業,制造业 能继续射灭游颏织的城市场 并且持续尤及反映之间 Segara